这个外表平凡乌奇的铜盆是个聚宝盆你感谢 挤入几滴牛奶便有取之不尽的奶盒 每天泡个牛奶浴都不成问题 放块米糕进去就能无限复制吃喝不愁 如果用它来火拼 那它的用处就更大了 一把接一把的手枪取之不尽 妥妥的无限火力模式 如果乌军有了这铜盆 哪还用老美支援武器 但这铜盆有个缺点 就是千万不能放钱进去 因为复制出来的钱编号都一样 肯定会被人当成印假钞的关进去 第一个发现这铜盆的人是个挤奶工 看着破破烂烂的铜盆 他还以为是破铜烂铁 洗干净后拿它来装牛奶 没想到牛奶源源不断从盆里流出 没多久就奶流成河 他只好把牛奶倒进缸里 只是把家里的缸都倒满了 牛奶却丝毫不减 这一下老黑明白捡到宝贝了 他想仔细研究研究 结果刚倒转铜盆 牛奶就消失了 难道倒着拿魔法就会消失 老黑立刻咬了半桶牛奶测试 结果不出所料 牛奶再次取之不尽 这一下老黑明白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聚宝盆 有了聚宝盆后 老黑没多久就成为了村中首富 然而人怕出名猪怕壮 两个小偷盯上了老黑家 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 他们撬开了老黑的保险柜 虽然他们不知道这铜盆有什么作用 但锁在保险柜里的就一定是好东西 不过声响惊动了家丁 在逃亡的路上 小偷不慎把铜盆掉进了河里 不久后这铜盆被老妇人眉衣捡到 他把聚宝盆拿来放米糕 结果米糕越变越多 怎么拿都拿不完 接着他放了一百卢比进去 下一秒就瞬间生成了一打纸币 这位农村老夫人终于体验了一把 数钱数到手抽筋的感觉 没一身知才不能外露 他把聚宝盆埋在了牛棚底下 拿着钱存进银行 结果却被当场送进了监狱 原来聚宝盆变出的钱编号都是一样的 他被当成了造假币的人 在监狱他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这两个新来的育友路见不平 帮他出了一口恶气 出于感激之情 梅宜跟他们分享了聚宝盆的秘密 但他不知道这两个可不是什么好人 他们是江湖人称邪恶双人组的职业骗子 出狱后他们便打起了聚宝盆的主意 这小孩聚精会神地盯着眼前的小树苗 这棵小树可不简单 传说这是一棵摇钱树 小孩不眠不休地守着这棵小树苗 对他像宝贝般精心呵护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天小树苗真的长出了一百卢比 小孩兴奋得手无足蹈 妻子满脸不可置信 难道这真的是一棵摇钱树 只是这小孩真的有这么天真吗 一晃就多年过去了 这天小黑正准备洗个澡和女友来场双排 不料女友却提前到了 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歌声 害怕被人发现的女友匆匆放下礼物就走了 小黑怒气冲冲地把这个唱歌的神棍臭骂了一顿 小黑回屋后拿出女友送的衣服想要试一下 只是这裤子好像有点紧 随后他又拿起上衣 结果套了半天还是套不进去 好不容易脱下来后 小黑变成了小黑胖子 看来神棍果然不能得罪 小胖子劈着被子追出去想找他认怂 不过这神棍早已不见踪迹 一夜长成这样 不仅朋友认他不出来 甚至连爹妈都把他当成了流浪汉 直接叫警察把他轰了出去 万念居灰下小黑选择上吊自尽 只是这台风都吹不倒的房子 如今被他直接压垮了 这时两个女人突然找上了他 他们声称遭到了同样的诅咒 从一个妙龄少女变成了如今这副中年大妈的形象 更惨的是下周他还要去相亲 他们告诉小黑 想要变回以前的容貌 只能花巨资去整容 而恰好他们知道有一个铜盆很值钱 只要能把这盆子偷出来 那么手术费就不成问题 小黑可不知道这两位可是江湖人称 邪恶双人组的职业骗子 他们在监狱中从一位老妇人口中得知了聚宝盆子存在 于是起了贪心 想要据为己有 但不巧的是 屋主正是被他们骗过的冤大头 他们根本没办法靠近牛棚 所以他们只能找帮手去把他偷出来 这个小孩不小心踩到一块西瓜皮 自行车倒下鸡蛋碎了一地 男孩伤心地大哭起来 如果被老板知道不只会扣他工钱 而且还少不了一顿胖揍 这时围观的女人伸出了援手 在他的带动下 路人纷纷慷慨解囊 然而在一个转角处 男孩立刻把钱交给了刚才的女人 这两个女人一个叫翠花 一个叫马姐 他们专门靠坑蒙拐骗谋生 不过这些路人也并不傻 他们捐钱的目的是为了 蹭点赞和长粉丝 这次他们的目标是传说中的聚宝盆 他们找到小黑帮忙 让他去应聘集奶工潜入农庄 当天夜里小黑绝地三尺都没有任何发现 好在翠花用膀胱看到奶牛用来喝水的容器有蹊跷 这很有可能就是聚宝盆 他让小黑快点把盆子扔过去 不料这时一条毒蛇钻了进去 下一秒无数条毒蛇从盆里爬出 场面甚是吓人 声响惊动了屋主丧彪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面对枪连弹与翠花只能逃跑 而这也引起了丧彪的警觉 他找来专家对同盆进行鉴定 专家研究半天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 不过丧彪断定这盆肯定不简单 不然翠花也不会费尽心思想要得到它 正在这时翠花又杀了回来 对这个聚宝盆他是势在必得 丧彪对此很不理解 然而下一秒就发生了令他震惊的一幕 手枪不小心掉进盆里 被翠花迅速抢走 丧彪这时松了一口气 因为枪里只有两颗子弹 可这时翠花轻蔑一笑 没错 枪里只有两颗子弹 但枪却是无限量供应的 此时的翠花就像带了个移动的军火库 这时丧彪才反映过来这盆是个好东西 马上派人疯狂吹击 偏偏这时开车的光头墙犯了个致命错误 他把铜盆翻转了过来 导致魔法失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车轮陷入泥浆中动弹不得 走投无路的翠花只能从桥上一跃而下 马姐以为宝盆丢了 安慰翠花反正他们开局就一无所有 下一秒翠花得意地伸出长腿 有了这作弊神器 翠花他们一夜暴富 但他们并没有忘记出心 在多年前他就发誓以后有钱了 一定会帮助贫困 他们免费给穷苦百姓派送生活用品 在聚宝盆的帮助下 翠花的慈善事业在印度全面开花 而小黑则被知名导演看中 成为了一名当红喜剧演员 这次是